你要学法要学道 道理你要学什么样的 如果你要学究竟法 你就要找名师 你要学一般法 你要找法师 你要得无上道 你就必须找到 宇宙天地传承这个名师的一个脉络 要寻根密缘 如果你学一般法 随便教一教就行了 要找懂的人去问 你才能找到真相 直觅本来 不假三圣攻行积蓄 三圣法 是让你过河的一个法而已 找到你自家的本来 找到自家觉悟的本性的时候 这三圣法只是一个过程而已 今天我们来学 佛在世一辈子 讲经说法那么多年 把它归纳一句话 就是诸佛世尊为一大事 哪一件大事 诸佛世尊为一大事因缘 故事陷于人世间 过去每一代的每一个时空因缘都有佛出现 但是就是没有被我们遇到 我们只是听说而已啊 听说释迦牟尼佛 听说观世音菩萨 但是那个时空一过去就没有了 你不能管两千五百年前的事情啊 要管你眼前的事情 所以当时如来否在世所说法 在经书上面那么一段记载 他说如来灭后后五百岁 有持戒修福者当之世人 不是一世修两世修 不晓得积累了多少世的修行 而听闻这样的道理以后 他做得住听得下去 当之知道这样的一个人是 是具足的善根因缘福德的人 各位我们以此而庆幸 我们是进入到这样的领域的人 不容易啊 一票子的人 黑压压的一群人 真正听得懂正法的人 太少了 都是迷信盲从 我们庆幸种下来一个成佛的因 今天要种一个成佛的因 要明白这个 开示误入佛之之见 一大事是哪一件事 就是告诉你 你就是佛 你可以成佛 找一个门来进去 就这样而已 所有的经书经过那么多年的风雨飘摇 走到了今天 就是直接告诉你 最精华的部分 其他的不要啦 拉拉扎扎的东西丢掉啦 不要啦 直接找精华就好了 他不是用猜出来的 不是想出来的 是传承下来的 有根有据的 在经典里面说 今天所说的正法是 从上以来密传丰富 从上以来不是我发明的 是一棒接一棒 一棒接一棒 接到现在以后 要交到你的手上 你说这样幸不幸运 成佛就在这一刻 这个大事是多大的事 就是人可以免轮回超三界 千秋万事 你如果知道观世音有多高 你跟他一样高的那一件事 一心生死法界 就是说你要做怎样的人 活着一辈子想要做怎样的人 云云的众生 造业无穷 因为造业恶业 所以到了三恶道 地狱道恶鬼道出生道 活着的时候 违法人关到监狱去 违法人天地自然有功力来惩罚你 叫做地狱 上天也有功力来奖励你 让你上天堂 叫三善道 三善道是什么 是一个造作的地方 三善道就是阿修罗 人作人 人间法界还有天上法界 这个都还在来去当中 还没有解决生死的问题 虽然有死 但是还会再生 虽然生了没关系 也会死 我们来自人世间有不死的吗 可是你要找到一个不死的方法 谁不死啊 释迦摩里佛不死 观世音菩萨不死 再次得到的都不死 哪一个不死 真信一点真灵不死 可以超乎天地之外 何于六合之中 参战天地的话域 佛存在 他的正气跟虚理 在宇宙的虚空当中 随处 你一想着这他就给你感应 叫做千处祈求千处印的观世音 他不是变成没有了 不是哦 是在宇宙的虚空当中 只要你意念他就给你感应 是存在着的 所以才要修嘛 如果人死了没有 我们还忙着干什么 借钱还要还啊 那不用了 反正我本事借得到就 就给他去啦 放他倒了 放给他倒了 就是因为没有结束 后戏还演得更烈 那就是不容许我们违背天理啊 所以这个叫丢道 还有再加上一个 生文法界 焉解法界 菩萨法界 还有佛法界 佛是觉的意思 究竟的觉 什么是佛 佛是什么 佛就是觉醒圆满 破我的执着 破法的执着 连法都被他破掉了 其实我在跟大家破法 你知道吗 我叫你这个不要 那个不要 通通没有 其实就在破你的法 因为这个法不是正法 那叫素 方法 不是正道 菩萨是什么 觉有情 他已经破人的执着 但是法的执着他放不开 什么叫法的执着 一切善的行为里面 他觉得那是对的 就是法的执着 他连那个都破掉了 你说那个境界高不高 那等于行云流水 已经抓不到他了 会用剑的人是说 我有一把上方保剑 非常的利 哇 这个削铁如泥 他说功夫很好 真正会用剑的 连一片叶子就可以 就可以让它成为 致命的武器了 那就真正的高手 而不是一定执着 什么东西 连执着都不执着 今天就是要教大家 一个不执着的道 而不是一个术 教你一个方法 所以有人告诉你 最好的方法就没有方法了 那个没有方法的方法 是最好的方法 可是他不是没有方法 叫空中妙有 妙有是妙的 说没有他叫执空 是懵人的 他根本没有方法 他还说一种有方法 不是 是真正有方法 但是那个方法 他又能巧妙的 来把我们的天性给提升上来 所以什么是否 就是去法子 去我子的人 一个法子不破的人 他可能他在行善事 他在菩萨界 圆节界 在僧文界 有高度 但是城市境界有分别 简单归纳叫五圣火法 就是释迦牟尼佛离开城道了以后 在说法四十九年当中 经过了很多的法会 其中 这个十六场大法会 三百多场的 这个小法会当中 为了普度说法来讲 来救度众生 解答众生的疑惑 所以用了种种的方式 他是按照众生根基的不一样 有小圣根人 他就用小圣的说法 有中圣根人 他就用中圣的说法 有大圣根人 就用大圣的说法 今天各位 今天来这里坐着 就是听大圣的佛法 你要听也是佛法 有小圣的 教你什么 敲打念唱 见闻转送 教你念经诵经 也是佛法 但是我现在说的 说上圣法的目的是 要接到哪里去知道吗 祈祷一佛圣 就是究竟成佛的路 如果没有接到那里的话 那意思就是说 你去市场卖菜 卖了一天的菜以后 最后回去什么都没有拿到 那你到底为什么要去卖菜 你卖菜的目的 不是要为了生活吗 就是好像说 你本来去卖菜的目的是 要营生 结果最后忙了以后 为什么 因为你拿多少 卖多少 一点都没有剩 你其实学佛法的目的是 要让自己自在得解脱 结果学了佛法以后 越学越执着 你看多少只种人学到最后变怪人呢 越学越洒脱没有洒脱 所以越学越奇怪了这个人 该睡觉不睡觉 该吃饭不吃饭 事业不经营 你太太不相好 然后孩子也不管 你说他在学佛法 最后变魔鬼了 变妖怪了 顶天立地的 懂得爱人 懂得被爱啊 懂得去观照别人 那才叫净土 那才叫神仙啊 你看过多少的怪人 有看过多少外人 有看过多少外人 衣服脏了也不洗 他说他逍遥 他逍遥什么 打他鬼还在逍遥啊 不要看表象哦 猴子如果穿上龙袍 那孩子猴子 耍戏你再看它当成是什么啦 你要有智慧啊 到底在听什么 在学什么 释迦牟尼佛 让所有的众生 跟他学习以后呢 已经不再三二道了 至少嘛 做人 只有人可以成就 于是乎得人生不容易 抉择来到人世间 都是借人生的凡夫生 这个假生 最后再一次的往上面再提升 我们来人生干什么 就是来转化一个更高的境界啦 进化你能够升华吗 有智慧的人来升华 我们现在餐桌上面的不文明 你是高都不够高而已 你说很好吃啊 好吃好吃 天性就泯灭啦 里面有学问的啊 你不去研究的话 你就是无知嘛 无明 不愿意继续在无知无明啊 造罪啊 立刻就要做 觉悟一念可以转三千界 你愿不愿意转 你不愿意转 再过一辈子一辈子的一辈子 你还在苦海里流浪啊 打转啊 人是来提升的啦 有更高的境界让你去 人圣 天圣 身文圣 辟知佛圣 菩萨圣 其实能够做到菩萨圣 已经不简单啦 懂得行善就不错啦 人圣要守五界 这才叫人嘛 再来 食善就能够升天 天叫天神 能够悟透人生的苦极灭道 他可以震到事果 就是生文圣 辟知佛圣就是明白 一切生成原理的来去 他不愿意在这里面再造恶因 于是叫辟知佛圣 再来菩萨圣 菩萨圣就是利他绝有情 帮助天底下的众生去绝悟 就像观世音一样 不计个人容利 在我们的身边呢 成就的德会菩萨 既有德行又有智慧的德会菩萨 是我们的前辈 你我将来都会成就耶 就像释迦摩尼佛 再次他知报他会成就 然登佛为释迦摩尼佛受祭 告诉他将来必定成佛号 释迦摩尼啦 你在经书上就看得到了 各位你今天进入了这个圣贤的领域 成圣成贤的道路 你今天走进来了 这是一个真正入了门 登了堂入室以后 你将来必得解脱 超生了死 震得天上永恒不昧的天路 天的路位 人的路位就是什么 我有权嘛 比方说我是什么官嘛 这是人路几十年 天路 那是一万年八百年 千年万年啊 不生不死的 跟观音菩萨一样 你说多好 哎呦 你说我在说那个天方夜谭 人家都已经走去了 你还不信 那有什么办法 菩萨圣就是要行六度 布施 持戒 忍辱 精进 禅定 智慧 所以在座很多人都已经做到了 布施 能舍 布施有财布施 法布施 无畏布施 有人在外面替我们扫地呀 准备餐点的 无畏做布施的工作 他在积德 往内修 为别人好 不求任何的回报 这个就是学菩萨圣里面的第一个布施 再来持戒 他也不杀身 他也不喝酒 他也不乱搞 一切按规矩来 守五戒 他已经慢慢慢慢 这个六度 渡生死海 从苦海要到极乐 他已经一步一步在做了 这些人都是未来的菩萨 看他没什么 但是你说外面也有人在做 我说你没有明心见性的话呢 那就是福德 下辈子再来 不明心见性 没有明师字典的话 就超脱不了这个 历代祖师所传承的心法 那个叫做明心见性的修行 超越三圣的 最上圣 没有了 就这样而已 释迦牟尼佛所得的 所传的就是最上圣 没有了 就是这样而已 再高也没有了 释迦牟尼佛的法是从哪里得的 老子传给他的 老子的法是谁传给他的 周公传给他的 周公的法是谁传给他的 第一个就是福西 第二个就是神龙 第三个就是少后 串续地库也要顺 与唐文武周公老子孔子 释迦牟尼佛 一直这样的一条路 来到这里了 达摩所说的 这是偏秘的 终于等到乐 不思辞戒忍辱 忍辱就是在修行的过程 你要一度的突破自己心里的障碍 要学习 要精进 做得住就是一种病 各位 你今天坐在这里 屁股痛不痛 一直想出去了 但是不好意思 都已经来 坐着很勉强听一下 刚开始是这样 很认真的每一句话 经过你的过滤以后 你的法洗充满 洗你的心 过去的无知 过去的偏差 因为老师说的是无上法 所以一遍又一遍的 你听到的是正法 所以以后你才能度众生 众生要得度 必须要 找到根源 你是教根源的 道 道是本体 教是作用 方法千万种 但是本体只有一个 不变的 所有的点都是点 但是中心这一点 对不对 今天就是讲这个核心的东西 禅定 精进 精进之后 你听一遍 听两遍 无名去除的 自己自信光明 体现的才有智慧 那叫真智慧 最后的目的 就是要找到智慧 所以不思辞戒 忍辱 禅定 精进 才得到智慧 听进去不执着 又能够运用它 烦恼不会卡到你的心里去 就是化得开 叫禅 所有东西都是给你启发的 当时六祖慧能大师 底下有一个弟子叫智常 智常有一天 他就请教慧能祖师 他说了 他说佛说三圣法 他说在佛经里面 每一次说法 都说有三个高低 不同的方法 叫三圣法 可是说了三圣法 我学了学了学了 有下圣法 有中圣法 有上圣法 下圣法是什么 就是叫你念经吗 大藏经一百遍不够 你要念一万遍 这样才能消业障 这是下圣法 因为你只有这样 符合你的资格 符合你的条件 你去学这样的方式 你是上等智慧能 学下圣法 学两下 他就觉得没兴趣 我不是学这个东西 那下圣根了 你就要学上圣法 听不懂 这个敲打念唱 是下圣法 中圣法是什么 就是研读经书 再多的经书 哪来研究研究研究 很有道理 我也按照这样子来做 那上圣法是什么呢 就是佛在世做什么 他就做什么 可是大家都在做 佛去修行 他也去修行 佛去打坐 他也去打坐 佛去度众生 他也去度众生 佛去讲法 他也讲 可是他都做了 可是他没有摸到根 他没有摸到那个根 根是什么 达摩不是要找一个一波地址吗 传给一个人 得到那个最上圣 否则都在这个三圣里面 见闻转送是小圣 物法解义是终圣 依法行持是上圣 各位你要写什么 最上圣 你要写最上圣啊 大智慧就是你说什么他都懂 你说圣经他就圣经 他说道德经就道德经 你说你说要佛经他就佛经 你说儒家的经典 啪一下就过去了 懂啦 为什么 因为我每一个佛 每一个圣人 他在讲的都是同样一个东西 你站在他的高度 你还看不懂 上圣法 就是民心见性的方法 上圣法是这样没有错 但是这个其实 法无顿见 有的是比较词 有的比较不容易理解 于是才分出这个 所以中圣法是在修心 我也在修啊 我也在听什么录音带啊 我也在学传统文化 我也在学什么 调整你的心念嘛 目的是什么 啊我终于快乐了 我终于开心了 可是还欠缺什么 民实一指点 下圣法就是 做做好事 他也在修来世福报 行善好佛 目的就是要修身养性 修身养性的目的是 要明心见性嘛 见性成佛嘛 不管是下圣中圣上圣 目的就是要贯穿 如是道三家之后一个真理 这句话 这句话 当你明白这句话 你才知道 一切都是机遇的 你没有机会 你是有天大通天的本领 你也不能够逃离如来佛的收藏心 生死的轮回拖逃不了了 过去修行者归纳的最后一句话 就是这句话 如果你能够得欲 如果你能够得欲 逃离如来无上菩提正修行归 根无大小结成佛果 我说你一定可以成就 这句话要念一遍 放在你的意识田中 这句话 古德云 大家一二三念 古德云 何欲如来无上菩提正修行归 根无大小结成佛果 这句话是内行人说的 说给内行人听的 请问你是内行人吗 他是说若遇哦 但是很多人就是没遇到 你现在是遇到了 那我往下看 小圣终圣大圣 还有一个万法尽通诸法无碍 一切不染离诸法 像一无所得名最上圣 佛说三圣法 却又后面冒出了一个 你没有遇到民事指点 那也是白忙 下辈子再来 一佛秤 六祖慧能大师 是中国得到传承的塔摩 其中的一代祖师 底下有一个弟子叫法达 他很会记 记忆力很好 所以他的老师就给他叫一个法号叫法达 他这个法法经啊 他可以倒背 他念了三千遍哦 变教念一部 他念三千遍了 哦 那法法经念三千遍不得了 我们如果连能念三遍了 你就不晓得花费多少时间了 他居然念了三千遍 哪一句哪一字在什么地方 你一讲他就跟你说出来 叫道背如柳 他很得意啊 以为了不起啦 他就去请教卫能大师啊 他说法法经里面讲了那么多 在这个七节里面的比喻啊 广说三圣只为世人更顿 因为世间的人所说的经文里 无有余圣 就是三圣法是巧妙的说法 目的只有一佛圣 目的就是说 不管你学下圣终圣上圣 说了半天 如果你没有遇到明师之典 下辈子再来 这样子 如来无上菩提正修行录 今天我们在说的是这条路 是让我们必定正德的 得一个不用修的道 知道吧 如果要修的话 你一辈子都会修 观世音普上在世间有几年 十九年 十九年都会修 逃除掉他 孩子出生 不懂事的时代 你看在四十九年他却成就了南海观音菩萨 他很会修啊 是他得到一个真的 所以他一定可以去吧 不管是七真 不管是八仙 不管是任何一尊佛祖 他在世就是得到一个真的 如来无上菩提正修行录 所以他不是教你怎么修 是给你一个已经可以的这样子 无上菩提正修行录就是经书里面所说的 做的是一个阿鲁多罗三秒三菩提 印 就是说白话就是这句话 如来无上菩提正修行录 结成菩提 修道自己修改自己让自己合乎 宇宙的规律 人的天性叫修道 修道须直下无心 今天修的不是旁门左道斜门外道 不为三圣公行积蓄 已经不在乎下圣终生上圣 不教你敲打念章 不教你参禅打坐 一切都不教 但是直接告诉你 你的本来叫做直指人心见性成佛 菩提本性 世人本自有之 子源心理 不能证悟 所以虚假 名师来为你指点授记 所以真正的开示误入 能够心 能够打开 来领会老师的开示 最后在你心里有所得 就是心开悟了 然后最后来入门 登堂入世 开示误入 见智本心 即得出世 我们今天有一个出世法 在人世间有入世法跟出世法 两个合在一起做 入世法就是说 你得到以后 你会懂得跟人家相处 懂得做先生 懂得做太太 好好的经营人生 这个责任完成了之后 你就可以自得解脱 回归到本位 不愿出世民事 不愿出世民事 罔福大圣法药 出世民事 2500年前你要找民事 你要去找释迦摩尼佛 在春秋战国时代 你要找民事 你要去拜孔子 现在呢 你不要去想2500年前的事情 你要想你眼前的事 不愿出世民事 就是你学了一切千万万法 也不得解脱 所以达摩来干什么 达摩就是来指指人心 见信成佛 当年五祖红人大师 底下多少的信众 底下有多少的 跟他出家的这些和尚 跟着他学习 但是都没有传给 这些他底下的人 因为他觉得 这些人 根本就是为了修行而修行 把所有的弟子 全部交过来 他说了 世人生死世大 世间有一件事情 就是我们从哪里来 将来要到哪里去 这件事情是你最神圣最殊胜最应该重大的事情 你应该注重的事情 你们啊跟着我这么久了 我这些所有的弟子啊 终日子求福田 享受有什么东西让他更好 下辈子好 现在能够享受更好 不求出离生死怪 不寻求超生了死的道 不能迷心见性 你的自信迷失了 几十年用一用就没有了嘛 皇帝能做多久 皇帝的福报大不大 大能做多久 没几年就换人了 很快就几十年就过去了 所以不管你现在拥有的是荣华富贵还是怎么样 你要知道 你要找到一个出离生死故海的道 那叫天的爵位 人的爵位几十年就是功名富贵了 千秋万世的盛德大业 就是成圣成果的路 大善知识解罪上圣大法 执事正路直接就告诉你 大善知识必须在这个上天的因缘聚会当中 这叫群因会 各位都是因才 所以才进得来这里 否则的话你有100个拒绝的理由走不进来 一大事因缘叫执事正路直接告诉你 不用一年两年十年二十年五十年 最上圣法直接执事正路 直接执导理 但是你必须听明白 听得不明白 人世间有情世的世间 不是叫你剃头出家当和尚做你姑 不是叫你抛弃一切都不要 是记在人世间 应用人世间 使一切合乎道 人世间就这样子圆满的 视线与服务奉献牺牲 这样去创造人生的精彩 创造人生的价值 这就是儒家的修行 所以佛是觉悟的觉 作为一个有情世的众生 去爱你的家人 爱你的先生爱你的太太 爱你的员工爱你的下属 爱天底下的人 用这颗真诚之心去牺牲奉献